所以我们最怕的老人家不懂得保养 而且呢我们每一天只要我们的涌泉穴刺激几次 对我们的身体有极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说如果他已经躺了 我们涌泉穴我一只手指头勾着涌泉穴 他就怀孕了有没有 勾着涌泉穴他就怀孕了 所以这个就不通 所以我们每一天只要刺激几次 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再来我们要延迟他的 或者能不能让他恢复回来 他有我们的手脚 你看哦看一下 五只手脚指头 我们就往上扳 往上把它扳 就等于我们垫脚 你懂我意思了吧 就等于我们垫脚 这个动作要常常做 这个常常做 做完以后往下再扳 往下扳 这个就是最好的 附件 但没有几个人懂得这样的运作 因为我是做整机跟做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温热的研究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简单 很简单都不行 比如说五十肩 比如说闪到药 可以三分钟好八成 不吃一颗药 现场马上处理 可以三分钟让它好八成 五十肩拿不起来 也可以一两次两三次 就可以起来了 所以这个都很简单的 往上扳 就等于垫脚 因为它现在没办法 我们就帮它垫脚 垫完脚以后 往内往下扳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要做这些动作 这个就可以吃鸡蛋老婆了 所以呢 脚一定要温热 再来脚 用拳梅一定要刺激 再来我们脚要给它 帮它做垫脚的运动 好 还有往内扳的运动 好 只要你这些做了 我相信最大 对妈妈是最大的帮助 对病人是最大的帮助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脚的 对老人家的保养 包括我们正常人 要懂得保养 要懂得保养 好 这样妈妈 嘿 你看 它手如果没有 它就慢慢又回去了 好 所以你来的时候 就是帮它按摩一下 然后呢 它慢慢就放松了 放松了 然后再来把它 所谓的延展力的运动 好 你看哦 你看可以这样延展力哦 好 对 这样就可以延展力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了 最好的运动 最好的附近就是这样 OK 舒服哦 哈哈哈哈 你看我们这样给它延展力 然后这边也一样 这边按摩以后 慢慢的它的手 就会伸直了 好 一样按摩手臂 好 它的手就慢慢伸直了 因为它的这边的肌肉 只要 将硬 它的手就会萎缩 它的手的上肢好像有一块小老鼠一样很硬 对 那一块就要把它按摩暖了 那那个不是在外侧是在内侧呢 对 是在 应该是在这里吧 这里吧 在这个地方 那 这个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 但是可以把它揉一下 这是我们的肌肉 对啊 好 那这一块呢 可以说那一块最慢会萎缩 哦 对 那一块很硬 硬 就把它揉软 哦 揉软以后 好像很困难揉软 不会不会不要 只要你有时候温热以后 它轻轻手不到五分钟就软了 温热你的意识用那个 那你可以绑上 绑在他手上 好不好用 那他手慢慢的 让他伸直 好 我按摩以后他就伸直了 我跟他的手就伸直了 好 他看看他自己的手 对啊 先按摩他就伸直了 所以你看我都不用抓他 你们看到他手就伸直了 嘿 你看他手又能摸他的手了 哈哈 好 这个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好不好 OK 嗯 然后呢 如果说 如果要按摩他 我们的枕骨下眼 等一下 十二 六 五 六 六